我们现在,所遇到的困境,确实是不明因果。 不知道指我行善,换一句话说,我们都有善跟我,搞不清楚。 迷在这个里面,总认为自己所想的,所做的都是神,别人所想所做的都是我。 没有冷静地认真去考虑这个问题,粗心大意。 做错了,自己晓得了,也不敢承认。 爱于面子,不知道忏悔,不知道改革。 中国人好面子。 知道错了,还得继续做,要做下去。 所以,来十三我道去了。 英国教育太重要了。 就今天的社会,除英国之外,没有第二个方法更有效。 。 佛经是好,佛劝道你,你不相信,你不害怕了。 将来国报现前的,后悔莫及。 。 这一个根都摘下去了。 不知道要多少劫,多少事,你才能翻身。 太可怕了。 。 那,我们今天修学的理念凑。 方法凑。 这是说,不相信古现现象。 认为我们所知道的超过它们。 它们不懂科学。 。 这一个错误观念,把古现现现,祝福菩萨,全部都抹杀了。 。 所以自己,虽然学习,虽然学成的文化。 没有学对应,学错误了。 全做的是表面功夫啊。 没有实际的内容啊。 。 什么原因呢? 对于经典没有深入。 甚至于说,连皮毛都不懂。 这是什么缘故? 那,这就是我们学习的理念凑。 不懂。 错在哪里呢? 不知道要用真心学。 啊。 学古生现现东西。 不能用往心。 但是我们现在全是往心。 学了佛之后,听说有个真心。 什么是真心? 不知道。 啊。 真心在哪里? 不知道。 啊。 经上讲得清楚。 没听懂。 什么是真心? 。 那, 那是真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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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为什么听不懂 没听进去 烦恼 习气太深了 这些烦恼气气让你回不了头来 早卧很容易 休息非常非常困难 说明什么呢 我的习气 我的根太深太深了 善的根太浅薄了 遇到佛这么慈悲 这么教训都没有 他不是不读情 他不是不听进 今天呢几十年 经念了几千遍 没用 还是自私自利 还是烦恼重重 那经题上讲的多明目 清净心 平等心 决心就能修佛 那我们今天修佛是什么 就是把清净心找回来 清净 没人物 清净心找回来 你就证阿罗汉苦 平等心找回来 你就是菩萨 你就是菩萨 大车大悟啊 你就成佛 你就是法身菩萨 在哪里修行 生活当中 千万不要忘记 离开生活 没有修行处啊 就是人死无阿 我每天对这么多人 对这么多事 对这些万物 怎么修呢 不知足 学不知足 不知足我心清净 清净心身智慧 不省烦恼 执着省烦恼 造罪业 不执着呢 神智慧 极功德 为什么听不懂 这是阿罗汉 小成人修的 再提神 不但不知足 分别都没有了 放下了 你是菩萨了 平等心身 大智慧 菩萨的智慧 心不平等 生三脑 傲慢 忌妒 障碍 这是最普通的现象 这个念头早已 如果还有行为的话 你还要找果报 没有行动 手握意 佛法完全在生活当中 离开生活 没有佛法 其实佛法难 就难道得不疑